狗狗咬着绳子小心翼翼地在薄冰上前行 只为救出前方失足落水的博士 虽然冰层断裂的声音在不断响起 每向前一步都会增加巨大的风险 但他仍然不顾自己的安危继续向前 因为他相信 身后的主人能随时将他拉回去 等到最后一米 他十分谨慎地扑伏向前 然后嘴角合作撑开绳子 顺利地将其套在了博士的头上 看着博士用最后的力气把手臂穿过绳子后 这才放心地转身退了回来 随后在主人杰瑞的指挥下 全体狗狗机体发力 最后在一人八狗的拼死拖拽下 才终于把博士从冰坑里拽了出来 虽然博士被成功救出 但此时他不仅全身湿透 一条腿也已经摔断 更要命的是 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雪即将来临 杰瑞不敢有丝毫地停留 先把雪橇上架至百万的装备扔了一地 然后把博士绑在雪橇上 又紧紧地把它包裹起来 随后调整雪橇拳的位置 把领头拳玛雅放在了队伍的最前沿 他把生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领头拳玛雅的身上 做完这些风暴已经大到睁不开眼睛 随着杰瑞的一生命下 狗狗们卯足了劲及射而出 拼了命地向着营地狂奔 没多久杰瑞一动的体力不知趴在了雪橇车上 玛雅也感知到了危险 带着兄弟们跑得更加卖力了 这一刻八只狗狗仿佛在于死身抢人 幸运的是他们胜利了 雪橇队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营地 队员们看到赶忙跑出来迎接他们 杰瑞感激地称赞着狗狗们的勇敢 玛雅不断地叫着急于主人欢快地回应 经过初步诊断博士的情况不容乐观 如果不能立马转移接受治疗 不仅可能被截肢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加上来时汹汹的暴风险 上级要求他们必须立刻全员撤离 可是撤离的飞机空间有限 无法将这些雪橇拳带离此地 杰瑞表示自己可以留下陪着狗子们 一起等第二趟的飞机前来迎接 但此时他的双手已经三级动伤 不及时处理将会有失去手指的风险 再听到前女友的再三保证 我一定会回来把他们全部安全接走 杰瑞这彩童一先跟着队友一起回去 就在一行人准备登上飞机时 乃克斯突然挣脱了项圈跑了过来 为了防止狗狗们挣脱后走失 临走前杰瑞让好友帮助自己 把所有狗狗的项圈全都紧了一遍 此时谁也不会想到 他这个操作差点让整个雪橇的团灭 杰瑞向狗子们保证一定会回来接走他们 随后坐上了离开的飞机 看着飞机离他们远去 狗狗们以为被主人抛弃 拼命地朝着飞机的方向不停地打叫 唯独玛雅静静地注视着离开的飞机 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主人不会抛弃自己 一定会返回把他们接回去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等就是整整180个日夜 世上哪有不痛苦的别离 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 心情低落的杰瑞将身体靠在窗户边 把头埋在冒眼下 以此掩饰内心的不舍和担忧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 已经是三天之后 苏醒后的杰瑞丝毫不关心自己的伤势如何 他最想知道的是狗狗们都接回来了吗 看好有支支吾吾的回答 他已经猜到了答案 杰瑞立马找到前女友询问 什么时候再回基地 得到的答案却更加的令他心寒 面对25年来最强的暴风雪 总部已经取消了所有的冬季探险 最早的计划也要再等到来年的春天 狗狗们在严寒的环境下半就生存困难 况且临走的时候 他还给他们幽击紧了项圈 心急如焚的杰瑞直接冲进了总指挥中心 希望能派遣一架飞机把狗子们接回来 指挥官给他解释道 现在外面的风暴实在太大 小飞机根本无法在风暴中飞行 大飞机在那边营地无法安全降落 所以他也是有心无力实在没有办法 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杰瑞心如死会 他对自己收紧项圈的行为更是非常自责 正如他担心的那样 地地外的狗子们已经在暴风雪中饿了四天 虽然不能理解人类的行为 但他们完全信任主人 全都趴在雪地里等着主人的出现 寒冷并不是最大的威胁 最关键的是食物缺乏 如果长时间不进食 狗子们最终会饿死在这片冰原 回到家的杰瑞并没有放弃 他走访了大大小小的科考队 基金会甚至电视台等 可得到的结果要么是风雪太大 最早的话也需要到明年的春天 要么是不愿提供大量的资金只为去救八条狗 此时的南极天气越来越热烈 就连基地的棋子都被吹得掉了下来 看到棋子被吹走 身体强壮的八颗挣脱铁链就追了过去 就算主人不在 他也要守护住主人的每一份财产 见八颗挣脱了铁链 其他狗狗也纷纷效仿 最终在狗狗们的相互帮助下 除了最大的老杰克和最小的麦克斯 其他一直借着一只成功摆脱了项圈 因为没有看到主人的身影 他们还是选择原地等待并不敢走远 万念俱灰的杰瑞仍不愿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他跨越几千公里来到了博士的家中 首先拿出了那天他们出发前的一张合照 接着给博士讲起了狗狗和他们的故事 杰瑞是一名在南极工作的向导 他手下有八只忠诚的雪橇犬 在朝夕相处下已经成为了彼此的家人 那天杰瑞的前女友架着飞机来到这里 同行的还有一位荣誉头衔极多的博士 他来此的目的就是要去墨尔本山寻找陨石 这个季节的墨尔本山异常危险 而且路上的病面积一破裂 雪地车等交通工具根本无法到达 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坐雪橇 杰瑞深知这段路成江会十分困难 但他不能违反上司的命令 只能由自己带领着自己的队伍一同前去 出发之前杰瑞热情地给博士介绍他们的队员 最前面的是领头拳玛雅 旁边黑色的是老杰克 已经十岁的他马上就要退休了 接着厚扁白色的较矮子 在他旁边的则是年龄最小但天赋极高的麦克斯 第三排是一对双胞胎杜威与杜鲁门 自从杜鲁门咬了杜威一口之后 他们就成了真正的好哥们 最后一排是两条强壮的艾斯基摩犬 一个是速度最快的影子 一个是强壮有力的巴克 这个由八只雪橇拳组成的队伍 一惊出色地完成过许多任务 他们个个都训练有素身强体壮 拉着两个成年人和一车的装备 依旧可以保持很快的速度前进 杜鲁站在雪橇后控制方向 博士则坐在雪橇上大声欢呼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快乐 在狗狗们的急速飞驰下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星城的一半 当来到一处冰层前时 为了分散重量 杜鲁把狗狗的对星变成了扇形 他们一起翻过威娥的雪山 穿过宽阔的雪原 这样速度虽然慢一点 但却足够的保险安稳 杜鲁不仅对狗狗们十分熟悉 对这片白色的果渡 同样的了如之掌 走过冰面之后 就来到了冰川之上 杰鲁赶忙喊停了狗狗们 这片区域看似平缓的雪地 实则下面藏有巨大的裂缝 稍有不慎 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杰鲁让博士控制住雪橇 自己则拿着一根长杆在前面探路 突然杆子轻松地插入了地面 这就意味着下方藏有巨大的裂缝 杰鲁马上让整个队伍掉头绕行 作为领队的玛雅 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于是带头向另一个方向发力 可就在准备拐弯的那一刻 最小的麦克思不知为何 突然往相反的方向发力 这一行为直接导致 整个队伍瞬间乱作一团 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雪橇拉到了裂缝之上 眼看博士和雪橇就要坠落下去 杰鲁眼疾手快地迅速冲过去 拉住了绳子 他让博士两只手都抓住雪橇 然后又让狗狗们集体发力 拉这种情况的雪橇 要比平地上费劲很多 不过好在经过大家的一番 其心协力后 最终博士被成功地拉了上来 这惊险刺激的体验 让他半天没回过神来 杰鲁好心地提醒博士 如果下次来的话 最好别带这么多的装备 不然的话 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的危险 然而博士对刚才的营救 非但没有感谢 反而反过来指责杰鲁 如果你认为不安全的话 就不该同意过来 杰鲁对此也是十分的无语 直到看到杰鲁为狗狗们 挨个剪刹爪子 他才表达了 对于白天营救的感激之情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看到了 此行的目的地墨尔本山 在厚厚的白雪覆盖下 他显得非常壮观 本以为马上就可以开始 寻找陨石的探险 没想到这里的天气骤变 两个极低的气压 突然向这里快速推进 这意味着 一场强烈的暴风雪即将来袭 总不让营地所有人 人员立刻撤离 杰鲁和博士自然 也要尽快干回营地 收到消息的杰鲁 准备明天一早就动身出发 然而博士却不愿意 放弃这大好的机会 我跑了大半个地球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只为寻找一颗 来自水星的陨石 如果能找到 对整个人类都有重大的意义 我希望你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尝试一下 找到找不到都没关系 最起码让我知道 我至少曾经努力过 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追求 去努力拼搏不是吗 杰鲁被博士的一番话打动 最终答应留出一上午的时间 次日他们一早便开始了寻找 经过一上午的搜索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准备离开的前一刻 博士如愿地找到了那颗陨石 完成任务的队伍也开始返程 路上杰瑞突然发现 老杰克的脚受伤了 就在他为老杰克包扎伤口的时候 博士拿着无线电 尝试着跟引地联系 因为信好不好 他拿着无线电到处走动 再不知不觉中 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缘 突然一脚踩空摔了下去 不但有腿被摔断 整个人还滑到了薄翠的冰面上 还没等博士爬起 检查腿上的伤势 四周的薄冰受到重压 瞬间出现了裂缝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已经掉进了冰库之中 杰瑞赶忙让他抓住 面前的冰块避免沉入水里 他艰难地游向一边 用冰块撑起身体 零下50度的海水 瞬间令他出现了室温症 他开始变得呼吸困难 冰面已经十分脆弱 杰瑞只能把绳子 交给另头犬玛雅 让他走过去 把绳子给博士套上 最终在玛雅的帮助下 博士才被救了出来 也正是在八只雪橇拳的 全力奋战下 博士不仅脱离了生命危险 还保住了受伤的右腿 现如今 营救他的八只狗狗 全都被遗弃在了南极 杰瑞希望他能凭借 自己的威望筹借一部分资金 好让自己去南极 把狗狗们接回来 然而博士却劝杰瑞 最好想办法忘记吧 因为狗狗们不可能 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下 活这么长时间 就算是不被冻死 他们也早已经被饿死了 想要忘记 对于把他们 示弱家人的劫瑞探和容易 另一边 已经来到了狗狗们 独立生存的第15天 被风暴席卷后的南极更加寒冷 狗狗们依然静静地 待在原地等待着主人回来 这天 一只快要被冻僵的海鸥 落在了边上的架子上 看到有送上门的食物 年幼的麦克斯顿是两眼放过 他先是不断地兴奋地后叫着 接着奋力一跃 挣脱铁链后 朝海鸥追了过去 半个月没有进食的他们 现在太需要食物补充能量了 于是全都兴奋地 朝海鸥的方向跑了过去 只有玛雅留在了原地 他希望老杰克 能跟他们一起去寻找食物 然而此时年老体帅 右腿不受伤的老杰克 不愿再拖累整个队伍 玛雅不断地扒了他的身子 希望他站起来 没想到下定决心的老杰克 却不愿动弹 一边是需要食物的队友们 一边是需要陪伴的老杰克 一番思索后 玛雅还是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他填了田老杰克的得头 算是做了最后的告别 随后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留下老杰克孤独地留在了原地 狗狗们很快便追到了一处小山坡 随后他们惊喜地发现 前面不只是一只海鸥 而是一大群 然而还没等玛雅给大家分配战术 麦克斯这个二货上去就是一顿狂飞 尿裙盾是被吓得全都飞了起来 好在寒冷的天气 让他们没飞多远就停了下来 玛雅看到赶忙上前部署战略 狗狗们听到指令后 迅速赶到指定的位置 唯独留下麦克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本以为玛雅会给他重要的任务 结果却是待在原地不要乱动 并且不要发出声音 在一旁好好看看我们是怎么作战的 等安排好一切后 玛雅悄悄地溜到了另一边 慢慢匍匐着向鸟群爬去 等感觉差不多到了攻击范围后 他突然起身大叫一声 鸟群被他吓得起身就往另一边飞去 结果正好飞进了埋伏的狗狗们的嘴里 这一番操作下来 把边上观看得麦克斯惊讶地知乎牛逼 随后狗狗们相继把占地平放到玛雅的跟前 然后退后几步做好等待他的分配 等玛雅到走一之后 狗狗们才敢上前享受 弱小无助的麦克斯想要上前蹭一口吃的 但面对巴克的呲牙咧嘴 他也只能会溜溜地离开 随后他又来到了矮子的跟前 好在矮子比较好说话 愿意跟他一起分享 另一边各种寻求无果的杰瑞失望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所谓的家不过是一个破旧的车厢改造出来的 看到桌子上他和狗狗们的照片 内心的悲痛让他始终无法释怀 不知不觉间 时间已经来到了狗狗们独立求生的第五十天 这天晚上天上出现了绚丽的激光 狗狗们顿时被这神奇的景象所吸引 麦克斯看到激动地追逐着跳跃了起来 随后狗狗们都学着他的样子开始追逐玩耍 作为首领的玛雅好心地提醒他们注意安全 然而玩疯了的他们还是忘记了脚下的危险 一只狗狗一步留神跌落了悬崖 玛雅健壮赶忙上前查看 此时受伤的独威已经被摔得奄奄一息 如果没有人类的治疗 他肯定撑不过今晚 狗狗们全都依偎在他的身边送他最后一程 等到此日天亮的时候 独威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 玛雅明白此地不宜久留 大家相互跟独威告别后便跟着玛雅离开了 等大家都走开之后 麦克斯才赶上前 他认为都是自己的爱玩才害死了同伴 他静静地趴在独威的身上 内心充满了愧疚 然而等他回过神来想要追赶大部队的时候 却发现玛雅他们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孤身一狗又该如何在这极端天气生存下去呢 另一边一直无法释怀的杰瑞 决定放弃南极科考对象导的工作 为了生计开始教小孩子如何划船 前女友不愿看他如此的颓废 他告诉杰瑞你要做的并不是忘记 而是尝试放下自己精神上的枷锁 经过一晚上的深思熟虑之后 杰瑞来到了一个沟场 他的八只血敲犬全都是这里长大的 杰瑞将他们在南极的照片给老主人看 并给他们讲述了他们这次的遭遇 希望能找到解开自己心灵枷锁的钥匙 老主人听完他的故事说 那些狗狗们现在有没有活着是一回事 你有没有想尽办法回去找他们是另一回事 听到老主人的话杰瑞瞬间啼呼灌顶 当金色的阳光洒在大地上 杰瑞也有了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回到家他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期间偶然看见了一封邀请信 这是博士的表彰大会 因为成功带回了水星的云石 博士的名号轰动一时 杰瑞来到博士的大会典礼 听到他感谢自己的团队 感谢自己的家人 却唯独没有提起救他一命的狗狗们 失望的杰瑞最终还是决定告诉博士自己的打算 我今晚就回去新西兰 然后再想办法搭船前往南极 不论如何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再说 看着杰瑞对这些狗狗如此的执着 博士心中也有了一丝触动 犹豫的他只能祝福杰瑞一切顺利 晚宴结束回到家 此时的儿子已经睡着 他看到了儿子床头的一幅画 本以为功成名就的自己会是儿子心中的英雄 没想到在儿子的心中 竟是救下自己的那八条狗 看到话的博士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反思到自己的善良已经被世俗蒙蔽 在南极发生的一切如潮水般涌来 看到极构的探险计划书上还有一些剩余资金 他在心里暗暗做出了一个决定 此时狗狗们已经在南极独立生存了152天 在玛雅的带领下 狗狗们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科考基地 房间里面还有很多被遗弃的食物 狗狗们个个都吃得肚子溜圆 躺下休息了起来 此时的玛雅还在担心落单的麦克斯去了哪里 然而单独行动的麦克斯依然还在顽强地活着 期间他曾回到过营地查看 希望能跟大部队会合 没有看到希望的他又来到了博士出事的地方 由于没有大部队的援助 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好好地饱餐一顿了 终于黄天不复有新狗 或许是他强大的求生欲望感动了老天 一条搁浅的胡金出现在了他眼前 麦克斯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这好几顿的食物足够他好好地吃上一段时间了 就在他准备好好享受的时候 一只海报突然从鲸鱼腹中钻出 受到惊吓的麦克斯连忙撤退到悬崖边 他知道这是十分凶猛的金钱海报 即使面对美食的诱惑 此刻的他也只能乖乖躲着 就在束手无辞之际 头顶的山坡上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没想到是附近的玛雅听到声音赶了过来 玛雅看了看眼前的情况 就给麦克斯使了个眼色 麦克斯瞬间就理解了玛雅的意思 他先上前吼叫着挑衅海报 然后当着他的面撕下一大块后把腿就跑 愤怒的海报钻入冰层 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 等他们跑远之后 玛雅快速带着狗狗们来到了金鱼的身边 开始大快朵鱼 追了半天都没有可以钻出的洞口 海报突然意识到自己中了吊虎离山之急 然后迅速调转方向往回游去 意识到不对的麦克斯慌忙吼叫着给他们报信 然而还是没能赶上速度极快的海报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海报突然窜出冰面 一口咬中了玛雅的后腿 其他狗狗们吓得全都跳上了边上的冰面 只有麦克斯不顾危险 直接跳上了海报的后背 其他狗狗见状也全都跑过来对海报发起攻击 双拳难敌四手的海报 这才打算放弃挥到了冰下 麦克斯小心翼翼的为玛雅舔是伤口 让他坚持起身尽量多吃些食物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足够的体力 应对眼前这白茫茫的大雪 因为他们不知道何时才能看见主人的身影 没多久杰瑞终于来到了新西兰 他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想搭船去南极 但寒冬时间没人愿意前去冒险 就在他感到绝望之际 服务员给他送来了一瓶饮料 说是那边的一个美女送你的 杰瑞寻着服务员的方向望去 竟然看到了前女友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不仅好友来到了这里 就连博士也赶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博士的安排 召回本心的他终于准备前去寻找救命恩人 事不宜迟 四人小队坐上了前女友的直升机 没多久就来到了联系好的破冰船上 前面的一段路程还十分的顺利 破冰船犹如始入无人之境快速的航行 然而越靠近营地的地方冰层越厚 就在离营地还有不到100英里的时候 一块巨大的冰块把破冰船拦停了下来 不管如何家族玛丽都无济于事 就在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好友突然想到了附近的一个意大利客考站 因为那里有一个他的前女友 所以他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的熟悉 那里不仅有一辆全地形的雪地车 并且他还清楚地知道要是在哪里 等几人来到意大利客考站 果然顺利地开出了一辆霸气的雪地车 这玩意只要油量足够就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就这样一台雪地越野车闪亮出场 四人小队驾驶着雪地车 一路穿过冰川越过白雪 向着自己的基地全速前进 另一边玛雅因为后腿受伤 坚持不住的他终于趴倒在了茫茫大雪中 狗狗们在暴风雪中互相依偎在一起 他们不忍心抛下玛雅离去 此时的麦克斯时刻注意着周边的情况 这一刻他好像接过了玛雅身上的担子 也正如此 那个曾经经常犯错的蠢货 成为了大家身边最可靠的守护者 时间来到了狗狗们独立生存的第175天 他们从未放弃求生的信念 即使是队长玛雅倒下了 其余的狗子也会歪出打猎 然后像往常一样把食物放在玛雅面前 而这次玛雅却起身 叼起食物走向了麦克斯 麦克斯歪着脑袋还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其他狗狗都已经明白了玛雅的行为 他只是要让出首领的位置 让麦克斯接体 狗狗们把食物都放到麦克斯的面前等他分配 麦克斯叼起食物并没有自己去吃 而是送到了玛雅的跟前 因为在他的心中 玛雅永远是自己的首领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一阵轰鸣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原来是四人小队成功到达了基地 经过半年的风吹雪打 眼前的一切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 杰瑞下车后连忙上前检查链子 他的心理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 首先是第一条链子 他把开血露出一只耳朵 这是没有挣脱的老杰克 绝望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 他多么希望能有狗狗挣脱了项圈 带着沉重的心情 他拽动了第二根铁链 没想到这根链子已经断裂 这就意味着有狗狗挣脱了逃走了 看到希望的他猛地一下把铁链全部拉起 看到剩下的狗狗全都挣脱了 众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狗狗的叫声 众人都摒弃凝神地朝狗交的方向望去 他们多么希望这不是自己的幻想 没多久 麦克斯突然出现在了山坡上 紧接着剩余的四只狗狗也都跟了过来 在经历了将近两百天的等待 他们终于等到了主人 没有任何抱怨和不满 狗狗们全都兴奋地朝主人这边一路空奔 四人也都欣喜若狂地朝狗狗的方向跑了过去 麦克斯激动地直接把杰瑞扑倒在地 众人也都沉浸在了许久重逢后的惊喜 大家相互打完招呼后 杰瑞又认真的把他们清点了一遍 发现还有物质存活已经非常完美了 唯一不足的就是自己的好女孩玛雅不在其中 严寒的南极不适序输就情之地 杰瑞连忙安排狗狗们上车返航 可麦克斯却迟迟不愿上车 反而在原地转了一圈后向远方跑去 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应 杰瑞立即跟了上去 原来麦克斯带着他来到了玛雅的身边 看着躺在地上已动不动的玛雅 杰瑞终于忍不住流出了伤心的眼泪 他恨自己没能早点过来 然而这时玛雅突然眨了下眼睛 杰瑞轻声呼唤着玛雅的名字 听到主人的声音 玛雅缓缓睁开眼睛看向了杰瑞 这一刻整个世界都被温暖笼罩 看到杰瑞抱着玛雅归来的那一刻 队友们全都露出了发自心底的微笑 这片极寒的无情之底 终于在一群人与狗之间有了些温度 南极大冒险是由弗兰克马歇尔指导 鲍罗沃克和布鲁斯格林伍德主演 上映于2006年的美国冒险电影 该片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取材于1957年日本南极探险队的经历 然而现实往往比电影要残酷得多 真实的事件中是15只狗狗被困南极 只有8只挣脱了项圈的束缚 最后只有2只幸运的狗狗存活了下来 电影中的8只雪橇全让人感动 对人的滴水之恩 他们是会用逼生来暴打 即使生命耗尽了 也会等待他们的主人 175天的日雨夜 艰难的半年多 寒冷的贫瘠的南极 他们的信任是可以用生命为代价 影片中的玛雅 麦克斯 劳杰克等等 他们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一天又一天 他们正脱铁链外出迷失 他们团结合作 他们相互牵挂相互礼仍 他们的行为温暖着每一个人 狗狗之间是那种下甘义胆的情谊 人尚且很难做到 而狗却比人更明白亲情友情的可贵 玛雅对老杰克的告别 狗狗们对杜威的告别 麦克斯对玛雅的告别 他们的三次告别令人潸然泪下 重情重义的他们对自己的伙伴 也是满心的不舍 可他们无能为力 我想他们比我们更难受 把头蹭到对方的头上 安慰着自己的伙伴 那份温暖会从屏幕中跳拖出来 击中你的心 你我如果拥有这样的伙伴 会很幸福 他们又是傻又是天真 也像个孩子一样 需要我们的温暖 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温暖 给他们爱 那还是不要随便去养 养了就不能让他们孤单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